十八般武艺 金雕细琢 正在展示木雕技艺的这名香港艺术家名叫陈玉树 是古典家具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 为给建党百年献礼 他从半年前就投入了名为同道系列的家具作品的创作当中 家具的什么的结构 他现正的凝聚 团结 契合 那这些线条简单的形式 代表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健康朴素的这种精神 牙板以及隔板上这些的拐指纹 还有平凡的这些直线 也有弯曲的这些弧度 那现正我们在真诚中的环境有曲折 所以这些雕刻市面的一些花螺啊 花囊啊 金鱼啊 盘长啊 这些属于八宝王 还有一些鱼骨 鱼底 宝剑 属于道家的这些八宝 我们把这套作品 宪称我们中国文化的包容的互建的作品 我们把它命名为同甘共和 陈玉树祖籍福建莆田 1973年他出生于一个木工世家 在祖辈前因默化的影响下 陈玉树从小就对古典木雕家具产生了浓厚兴趣 1997年他远赴南洋 走南闯北 致力于向世界讲述中国古典木雕艺术的魅力 24岁的时候我一个人去敦南亚 我辗转到了新加坡 马来西亚 泰国 后来又去了柬埔寨 老沃 越南 然后又去了澳大利亚 然后又到达了南太平的岛国斐济 跟很多的国家的一些艺术爱好者一起交流 我们在一带一路的文明的福建 文化的交流过程中 我们接触到了很多的这种艺术的爱好者 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崇拜 以作品作为载体来传播我们中国的文化 来讲好我们中国的故事 从美国纽约到法国巴黎 从英国伦敦到澳大利亚悉尼 陈玉树陆续在全球多个国家设立艺术中心 致力传播中国文化 立足香港 陈玉树认为 香港是一个融会东西 包容万象的城市 是全球人才 资本 信息和思想的汇聚点 在对外传播中华文化方面 具有独特的优势和地位 香港的文化 它不是脱离中国文化的 相反 它是根据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同时间 它又融会了多元文化 比如香港文化节 是一年印度的全方位 涵盖香港传统艺术及文化的顺点 巴塞尔艺术长 允集了全球顶级艺术家 都代表了香港是东西方表演艺术的中心 全球艺术作品的重要舞台 所以在香港的这块乐图上 展示东方文化魅力 想好中国故事 加深各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促进何而不同 坚守并需的文明交流 有十分独特的优势和作用 陈玉树说 未来希望将作品送到巴黎罗浮宫 大英博物馆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各国的艺术殿堂 进行展出 以艺术作品作为桥梁 让全球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 爱上中国文化